今天挑战一下只用杀鹰打辐射区的怪 为此我特意带着400发光光 应该够了吧 然而进辐射区的路上却总有阻拦 你看 开局就找上门了 这么好的机会 他进来了 想跑 太天真了吧 榴弹搞定他 这个钢铁六甲今天注定要掉了 打歪了 狙击上 哪去了 好家伙 你是忍者吗 还会隐身呢 啥也没掉有点可惜 难得遇到一个钢铁六甲 辐射区已经有枪声了 我得抓抓紧了 穿得真燃快 好吧 我还是赶紧去辐射区吧 就怕有老六 只好榴弹开路 应该安全 我服了呀 老六无处不在呀 问题不大 咱们再来一次 前面有人 我都没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存在 幸好他帮我找出来了 作为感谢 我决定送你早灯极乐 不错不错 还是个红宝 这人掉了些子弹 另一个则是六级包 开门红啊 boss那有人打架 不管了 直接去辐射区 下面有脚步 不光补吗 这要是打不死他 我也不活了 这把装备掉的真多 nice 一箭独眼蛇六级甲 现在我的包里已经很肥了 等等 来人了 我右边还有一个妹扣 这人也活不了 加上我包里的 正好损失一套六级 进辐射区的路上总有意外 又是这个复活点 看看对面还来找我不 有脚步 来了来了 这次没有意外 命控掉了 拿上妹控 我就没有榴弹炮了 就有人听到枪声响来捡了 双松搞定 熊的只剩狗牌了 连个绷带都不带吗 这次重点关注沙发后面 我连榴弹炮都没有了 更得小心 最怕在这儿遇到双榴弹 简直不讲道理 这把走错安全进来了 屋有点大 调成电影模式 亮度调到最低都不行 图书馆方向有枪声 要想用杀鹰打怪 还得先把它解决掉 猛猛乎乎看见个人影 后悔没带个这成像 这也太萌萌了吧 没机会了 我郁闷呀 这次的雾也太大了 好家伙 这人脾气不小 不过应该也看不清我才对 来呗 打打就在这耗着呗 反正我是抱着不成功 变成人的决心了 这你要能炸死我 我根本都不敢相信自己 一张队出身吧 给我放烟花呢 他也燃烧子弹 不好办了 他要坐飞机逃跑 把他打下来 让他跑了 不知道他上飞机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打下来 不过如此一来 辐射区也就归我了 这伤害有点高啊 一个弹夹全打头也秒不掉 专业刮杀了解一下 大漠之鹰这种大威力的枪 有损威名了吧 也不是不能打 就是有点费甲 不光费甲 还费手呢 这给我累的 一波操作之后 甲又满血复活 就防着这一手呢 估计只剩这几个箱子了 图书馆的肯定没有了 不是吧 人开两个全是紫的 nice 终于出根金条 又紫 马马虎虎吧 前面好几只小怪 我真是头皮发麻 为了那个武器箱 我豁出去了 终于搞定了 手都快报废了 结果就这 箱子果然已经没了 这些小怪也就 没有打的必要了 莫名感觉松了一口气啊 直接回家 出去的时候倒是没想到 老六没来等着我 成功返回 本局收益七十八万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